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介紹的是時汁蒸排骨 這裡有洗乾淨的排骨 500克 鹽 雞粉 蒜頭 蒜頭豆豉 備用 豆豉用油在平底鍋裡爆香 排骨加入各種味料 首先加入鹽 拌勻後加入其他味料 加入雞粉 胡椒粉 加入蒜頭 豆豉炒香 開水 生抽 生粉 加入生油 攪拌均勻 加入生油 攪拌均勻 慢火蒸了十六分鐘 時間 如果鑑別熟味 最好看排骨 肉和骨 有些脫離 就可以了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裝飾 放幾粒蔥花 放香蜥 這就是我們常見的點心品種 食汁症症排骨 現在我們的排骨已經 做好了 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視頻 請訂閱我的頻道 點讚分享 多謝大家的支持 下期節目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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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